黑衣人凶神扼煞出现在婚宴会馆大厅 有的人手上还染着血迹 当中这名软性越南籍女子还回头瞪了一眼 冷血态度令人不寒而栗 这时的他们才刚犯下一期看人案件 餐厅里地上满是血迹 扼煞下手之凶狠简直目无法计 被砍的男子就是他 离姓越南籍移工 左手缠着绷带 坐在医院外面表情绝望 实在想不到吃个饭喝个酒 手筋竟然被砍断 被砍的男子当时正在宴会厅里面用餐 但他不知道抽家已经找上门 一群人手持刀谢冲进去就对他猛砍 整起事件发生在13号晚间 新北市一处宴会餐厅 被砍的离姓移工先前到五厅消费 却和工作人员闹得不愉快 这下完了因为他惹到了大姐头 疑似教唆寻仇的就是他 外形亮丽的越南籍软性女子 十多年前他成了台湾媳妇 和老公在桃圆开舞厅 广收越南人 逐渐扩大成为在当地 恶名昭彰的越南帮 这回被指控教唆砍人 纵使警方寻线逮捕五名嫌犯 但他们口径一致 否认有人教唆 但知情人士说案情不单纯 我在想他应该也不会出动桃圆 就知道他跟他的弟弟 也是有参与整个事情的 从桃圆扩大 如今寻仇寻到了新北市 还把同乡砍成重伤 但关键的阮性女子 迟迟没道案说明 若他继续逍遥法外 就怕会再酿成跌血事件 记者许志明 陈玄 新北市报道